第27题,第27题28题是题组 右图是罗翼做直线运动时 其Vaxx时间t的关系图 罗翼一开始从原点往正方向运动 请回答2728题 第27题是我们说 关于各时段罗翼运动时的速度及加速度方向的叙述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首先看到呢 从A到B呢是往正方向运动 所以呢这个叙述是对的 那么B到C呢是往负方向运动 那么所以呢这个叙述呢也是对的 那么C到Z呢继续往负方向运动 那么所以呢这个叙述是错的 那么Z到E呢仍然是往正方向运动 所以这个叙述呢也是对的 那么加速度要怎么看呢 那我们老师上课的时候教过 如果速度跟加速度同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大 速度如果跟加速度反方向 速度就会越来越小 所以我们从速度的变化就可以了解加速度的方向 那么怎么去看到速度的变化呢 那么老师上课的时候也说过了 ST图的直线代表速度 那么割线是平均 切线是顺时 那么直线如果越斜就代表 我们的速度就越大 那我们就做做切线吧 那么我们的A到B呢 这一开始的切线是这样 然后切成这样 那表它变得比较不斜了 所以又表示它的速度是变小 就表示加速度跟速度反方向 所以速度为正的话 加速度就为负 所以呢A这个叙述是错的 那么我们在B这边看到呢 原来是这样子切 然后变成这样子切 那么它的呢 我们的速度呢是有变大的 所以就表示速度呢 跟加速度是同方向 所以速度为负 加速度也为负 那么这个叙述呢也是对的 那么C呢这边呢 一开始这样 然后呢又变成这样 那么它也是变得比较不斜 所以呢就表示我们的 速度跟加速度是反方向 那么我们的速度呢是负的 那么加速度就为正的 那么所以呢这个叙述呢也是错的 那么珠呢这边呢 它也是变得越来越斜 所以又表示它的 速度呢跟加速度是同方向 那我们的速度是正的 那么加速度也是正的 所以这个叙述也是错的 所以呢前后叙述都对了 就只有选项B 所以第27题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B BC时段速度方向为负 加速度方向E为负 是BBC时段速度方向E为负